美国科技局部微软在日本大胆执行周休三日的计划 今年8月东京总部2300名员工 星期五都可以不用上班 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意外发现 员工的生产力大幅提升40% 同时还可以减少电力跟纸张的使用 可是周休三日的计划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可能无法认同 因为身为工作狂热的他 每周工作超过100小时 斯克撑进说这休假毁掉了他的命 隔着玻璃窗传来一阵阵笑声 员工止不住开怀大笑 美国科技大厂微软大概是日本科技业公认 数一数二的幸福企业 今年8月微软大胆在东京总部 开办周休三日计划 送给2300名员工一份大礼 就是五个周五假期 不只送特休 还加码送给每位员工10万日币 当初旅游或进修基金 开办资金居然得到惊人效果 员工生产力大幅提升四成 纸张使用量骤减58% 用电量也减少23% 超过九成员工表示非常满意 这项行动挑战日本拼命三郎 爱加班的坏习惯 最终也证明加班真的没效率 但在美国人成矽谷工作狂 他绝对是第一把交椅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 有时甚至在工厂打地铺 就算回家也要凌晨一点后才会睡 隔天一早又赶去开会 甚至飞到另一个城市参加活动 马斯克曾说当员工都在努力工作时 执行长不该去度假 还说度假会要了他的命 原来过去12年 马斯克曾休过两次一周的长假 第一次却碰上维珍银河的火箭爆炸 第二次则轮到他自己的火箭出事 就连出国度蜜月都惨遭董事会提出 不信任案解除CEO职务 蜜月被迫取消 每逢休假必出事 马斯克干脆不再休假 但连回家洗澡的时间 都没有实在异于常人 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是到底有没有睡觉 到底是放假能提升工作效率 还是大老板陪员工一起打拼 比较有生产力 或许多数人都会说 可以放假的话谁想工作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我以为则转 Vel